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2023年2月5日深夜 在今日早前 湖南高速警方公报提到 2023年2月4日17时旬 习广高速南往北方向676公里路段 先后发散多起交通事故 设施部分车辆起火 初步调查显示 前后约10分钟内 共发生5起交通事故 1起事故造成7人死亡 设计车辆7台 3起事故各造成3人死亡 分别设计车辆11台 10台9台 另1起事故被造成人员死亡 设计车辆12台 事故另造成66人受伤 伤者已及时送医院全力治疗 其中8人伤势较重 生命提升暂时平稳 事故发生后 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 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省领导和公安交通运输 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救援人员 迅速赶赴现场 联动长沙市区 两级政府积极开展 现场受救 商业救济交通疏导工作 目前48路段已恢复通行 以救援工作 同步开展的事故调查 和相关善后处置工作 正有细进行 简单来说 这起事故截止当局官方通报时 已造成16人死亡 66人受伤 及其有关此事 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 2023年2月4日 南往北方向因多车追尾 造成交通通行缓慢 17时50分 因无理事故车辆双向 实行交通管制 自20南往北方向 车辆分流至乌山枢纽绕行 交通管制接触时间待定 同日 由当地民众反馈提到 自己从广东开车回 五北红古老家 下午50许 引徐广高速 通过旺城互通时 发现大概距离500米处 人起了大火 看得到很大大烟 由货车起火了 其中还有小车 起火点在旺城收费站附近 他在路口堵了一个小时后 旺城收费站下了高速 绕到国道通行 提供现场画面显示 在一个宽敞的道路上 有多辆机动车 前后相撞 火焰可以被明显看见 由现场的人士喊话道 灭火器有吗 快快快 撞上了爆炸好几次 另外一位当地民众 反馈提到 旺城去人民医院送来了 三十几个商者 自己听到别人说 现场有十几个离世了 至于事故原因 该人士提到 可能是因为当地有大雾 再加上路上有电力机动车 一碰就着火 高速路上两个相近 这样就火烧连营了 有关起管高速 中国的网络资料显示 起舱是广州高速公路 简称起管高速 又称起管高速公路 是中国境内的高速公路线路 为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 首都放射干线 北京至港澳高速公路 国家高速机次的 西并行线之一 起管高速是 2013年印发的 国家公路网 规划2013至2030年 中一条新增的 国家高速公路 起点在 河南省喜昌市 福京隋州 岳阳长沙 衡阳 宾州 青年等城市 终点在 广东省广州市 主要有 南南高速 许昌至夜线段 宁同高速 沿交同高速 夜线至 红博线段 隋越高速 越岭高速 青年高速 广青高速公路组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